烦了真的穿色了 上次吊姐收拾完桌面以后 看到了好多宝贝的留言 都说无竹的笔竖发会穿色的 于是我赶紧把它们从笔筒里拿出来 横躺着平放在收纳盒里 然后把每一只都错失了一下颜色 结果就是 它真的穿色了 有两个颜色已经穿到分不出深浅了 紫色的更离谱 颜色直接掉了个个 所以无竹这么贵 一定要平放啊 要平放要平放 那么话说回来 无竹这么贵 它到底好在哪呢 有没有平息 下期告诉你